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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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Purple Power 乡名指报宝 我是Dr. Mo 墨井哥 我是隔壁小王 墨井哥生日快乐 谢谢小王 谢谢听众朋友说的 生日已经过了 在上个礼拜天 有没有吃蛋糕呢 当然是没有 而且生日还在工作中度过 这个工作 还是跟我们在上周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有关 那就是第三十三届的金曲奖 GNA Golden Melody Awards 三三移私到高雄举办 而我们也在工作的现场 不过还是要谢谢听众朋友 透过墨井哥的脸书粉丝团 还有IG 线上的生日祝福 都收到了 又老了一岁 不过也很遗憾 在7月3号虽然是墨井哥的生日 但是演艺圈 还有我们的艺文界也发生了 两起很不幸的事件 而且刚好都是在7月3号 就是超偶的歌手 Miu Julie Jin 他是当年超偶第三届的总冠军 出道了13年的时间 没想到在去年发行他的第三张专辑 来日方长的时候才跟媒体 还有喜爱他的听众朋友揭露 他其实罹患了乳癌 PTT下面我都觉得很可惜 因为朱丽静长得漂亮又会唱歌 而且也会跳舞 可是一直都没有入围过金曲奖 抗癌很辛苦 情路也坎坷 甚至连他最爱的音乐 到过世之前 都没能够如愿的入围金曲奖 Miu自己也很感伤的说 或许是该退休了吧 但没想到呢 就在7月3号传出这个恶讯 而另外一位在艺文界的大佬 也不幸在7月3号离世 而且也是跟癌症有关 就是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 尼匡 他笔下知名的人物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就是魏斯理 还有袁正侠 写出很多科幻跟灵异的作品 他的作品不仅是以华语文来撰写 还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 很多在收听我们节目 海外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拜读过 他的大作 除此之外 他的儿子尼正 也取到香港天后级的女星周慧明 公公跟媳妇之间的相处 也传为香港演艺圈的佳话 不过很遗憾 最后还是因为皮肤癌 在人生的末期 饱受疾病的困扰 最后呢 也是在7月3号 不幸的辞世 享年87岁 不过说了这么多 我们当然还是要先回来 刚在上周发生的 华语乐坛的盛事 也就是咱们的金曲33 而今年7月2号呢 第三十三届金曲奖 就在高雄巨蛋盛大的举办 过去呢 金曲奖曾经在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 还有第十六届 三度在高雄举办 而这次呢 葵葵17年 又重新回到了高雄 可以说现场相当的热闹 所以等于是从金曲十六 到金曲33 中间17个年头 这次总算又回到了高雄 而且伴随着双台 开始劳动 但是呢 依旧是不减现场观众 还有歌迷朋友的热情 今年的红毯呢 是在汉神巨蛋外面的广场 说到疫情影响 跟场地动线的关系 今年的红毯长度只有40米 比去年的45米还短了5米 可说是史上最短的红毯 而且啊 主办单位很贴心 也担心啊 这刮风下雨大太阳了 所以其实是有搭上棚子的 这就可以避免发生 类似有几届之前 下雨的时候啊 来宾才从这些名贵的轿车上 一下来全身十 进场的时候呢 要得再换衣服了 因为高雄的天气呢 真的是很热 所以需要换衣服的 可能还有现场热情的粉丝们 同时有不少粉丝特地南下 到高雄来力挺金曲家 红毯周边的尖叫声呢 震耳欲容 歌迷的热情啊真的是无法挡啊 好比高雄的天气 除此之外 我们在现场也很惊讶的看到 既然有人高举的牌子跟布条啊 是要力挺power station动力火车 没想到他们现在有这么年轻的歌迷 而在这次呢 缩短了红毯的星光大道 依旧星光不减 除此之外还有几大亮点哦 这次的最大亮点呢 应该就是首次主持金曲红毯的 Yellow黄轩还有搭档陈明珠 陈明珠 哈嘎木油我们就蛮熟悉的啦 台湾跟我们一样啊 在这个广播圈里的熟面孔 应该算熟声音 而黄轩呢 来头也不小啊 他今年同时也是金曲纱纱的入围者 Yellow黄轩呢 这次入围了三项大奖 分别是这家华语男歌手 这家演唱录音专辑 还有这家编曲人奖 虽然呢 他一个奖都没拿到 不过他这次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一致受到网路上的好评了 听说是武山到流利的切换 国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跟英语 对应不同的来宾就使用不同的语言 出身音乐家庭的黄轩 泰雅族的爸爸热爱音乐 而阿美族的妈妈是福音歌手 而国中的时候成绩优异 因为原住民的身份 加分之后以全国最高分考上了建国中学 但最后只敢念师大附中 念了一年就休学 所以意思就是说黄轩他并没有高中毕业 他只有国中的毕业证书 不过从事创作音乐表演的工作 学历真的不是唯一的指标 虽然Yellow黄轩在本届金曲33 并没有拿到任何的奖项 但已经再次让所有的歌迷 还有观众们听众们都见识到他的魅力所在 可是小王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的光头造型 没错 本届有两颗光头在金曲33上面闪闪发光 一个就是Yellow黄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新国名姐夫 也就是大S区西元的再婚的老公 来自韩国的 酷龙俱俊也 好像也为这次的金曲33增添了不少的话题性 至少在红毯的星光大道上 风采可是一点都不输给这些露南北半球的 女歌手还有女明星们 不过今天算是我们一个乡民网友 还有我们组织群的一个检讨大会 金曲33班完了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当时的神预言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你们的猜测 究竟猜中了几个 得奖的是哪些歌手还有哪些作品呢 我们当时在金曲33颁奖之前 就有预测过我们心目中的得奖名单 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职业名单到底有哪几个有中呢 首先当天第一个颁奖的就是年度歌曲奖 年度歌曲奖 墨金哥当时选的应该是 玻璃心来自马来西亚的黄明志 还有美国的Kimberly陈芳瑜 我也是选玻璃心 你也是选玻璃心吗 政治考量吗 政治正确 结果出来是 茄子蛋爱情比你我想的歌教伟大 这首歌其实传唱度真的非常的高 当时我心里的第二人选应该也会是茄子蛋的这首歌 除此之外他们也是去年度KKBOX的 白羊榜上面播放率最高的歌曲 再来是年度专辑奖 年度专辑奖的时候墨金哥当时预测 我好像是给了 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的 非张文婷的专辑 我那时候是预测催剑 飞狗可能会拿下年度专辑奖 真的假的 也是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吗 结果拿到年度专辑奖的是 大赢家迪帕尔蔡建牙 就是我们入围黑马八项奖 结果他拿了四项 很可怕 下一项我们来检讨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入围的有没有 得奖都已经出来了 我当时预测呢 金举三三最佳华语男歌手 我当然是投给我的爱 也就是卢广仲小队长 我呢 只是投给这次被黑的马念贤 马上给我们的寿子颁奖 其实也不能怪 慕塔啦 我觉得 MJ116完童在台上 当然是要制造一些效果 但是效果处理不好 就变反效果了 有点 受到观众的非议啊 就是被骂了一下 虽然下面网友在网路上 也是给予负评 但是马念贤本人当然也是皮下落不下的说 没这回事 没事没事 要大气一点 下次还有机会啦 马念贤的歌其实是不错的 总之呢 这个奖最后是颁给了我们的中国歌手崔健 你说华语男歌手吗 对啊 哦那这算是首次有来自中国的歌手拿下这个奖项 对就是破纪录了 第一次有中国歌手拿下了华语男歌手这个奖项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预测的阶段就有说 如果 颁给了中国人怎么办 没想到真的颁给了中国人 因为这次几率很大嘛 三个都是中国人 过半耶 其实 那再来我们就来检讨一下华语女歌手的部分 华语女歌手的部分 墨静哥当时啊 心所属于的 当然还是 在原载上叽叽喳喳的飞 张文婷 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应该要给飞 一个鼓励吧 就没想到 对手实在太强了 当场碾压 被评审号称是金曲的大魔王 就是蔡建雅 Depart 金曲的女儿 是吗 金曲讲的亲女儿 这一届她实在拿太多奖了 大家不得不怀疑 她是不是金曲讲的私生女之类的 蔡建雅自己好像也说 受到了金曲讲的眷顾 恭喜她娘了 但张文婷 好不好 非 这是我心目中的 华语最佳女歌手 那再来呢 讲完男女歌手 我们就来讲一下 最佳华语专辑奖 今年金曲33最佳华语专辑 墨金哥当时首选的 我好像还是投给了 在原彩上 唧唧喳喳的飞张文婷 我到底有多喜欢她 我那时候也是投给了崔建 总觉得她应该会拿下专辑类的奖项 没想要拿了歌手 也是一整个政治正确 结果 还是我们的蔡建雅 Depart拿到了这个奖项 恭喜蔡建雅 金曲讲的女儿 私生女 亲生女 真的是当之无愧 我们其实还预测了不同的奖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台语男歌手的部分 台语男歌手 我当时是选了大吉 总觉得饶水的台语歌手 应该也要给一个鼓励 给一个出头吧 没错 墨金哥也是跟小黄选择一样 就是大吉 我觉得他在歌坛这么多年 而且又是一个 爱毛小孩的 大慈大悲的好形象 作品也蛮好听的 是该得奖了 但很显然的 我们的想法永远跟 评审们不一样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觉得说 虽然我们私下是想要大吉 但是评审应该会给小黄奇吧 但没想到这次完全跌破眼镜呢 给了是王俊杰看暴 也就是他的学弟 不过恭喜啦 也算是 视唱界第二个台语歌王产生咯 而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来讲 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我记得我是选张涵亚的下半场 他已经入围很多次了 而且唱的这张传辑 一样非常的好听 我那时候是觉得应该要给 杠姑那么多届的张涵亚一个交代 要给他一个鼓励 但是评审还是把台语女歌手奖 给了江惠宜 我们的中华电信工程师 听说他也是我在交代 还是同一个手上的学妹哦 他之前有在交代念博士班 不过现在应该要叫杨明交代了 但还是恭喜二姐 江惠的后辈 江惠宜 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江惠宜呢也因为二度拿下了台语女歌手的奖项 被大家一直拱着要结婚 但你们知道吗 江惠宜的打扮其实相当的中性哦 非常的有个性 不知情还会误以为他是通贵呢 那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最佳台语专辑奖 墨镜哥当时就投给这张专辑 第十二张专辑 剪剪花来自新宝岛康乐队 我当时也觉得应该是给新宝岛康乐队吧 但没想到这次拿到的爆冷门 是百合花乐团的不适路 拿下了最佳专辑奖 而且他们在领奖的时候很可爱哦 百合花他还说 很多人都会问说 这些在领奖的人是谁 为什么一个都不认识 就是因为不认识 所以金曲奖才要介绍给你认识啊 是这么说的吧 没错非常的霸气 再来是最佳课语歌手奖 课语歌手就没有分男女之分了 全部都混在一起 而墨镜哥当时猜的 当然就是他了 灭人山黄连玉 我也是觉得 评审一定会除他之外 还能给谁呢 就是黄连玉黄大哥 而得奖的真的也就是 灭人山黄连玉 对我觉得没有任何的 惊喜 如果他没有得奖 才是惊喜 对才是一个惊喜 或惊吓 因为感觉他好像在入围之前呼声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就是非他莫属啰 而这一次的最佳课语专辑讲 墨镜哥选的就是跟我有几面之缘的 艾卡勒艾克勒的他乡巡客专辑 我还是觉得 评审会持续给黄连玉灭人山 嗯嗯 而他也不负众望的得奖 蛤真的吗 还是给了他 黄连玉的入围太多了啦 就是以评审的喜好 感觉出来就是应该会一直拿奖 不过这我们稍微也可以讨论一下 因为毕竟所有的评审里面 其实并不是每个评审都懂台语课语的 或者是原名语的哦 再来是我们的最佳乐团奖 墨镜哥当时选的就是我的爱 也就是Trash乐团 他们这张专辑Holy Trip 我当时选的也是Trash 因为我只听过这个团的歌 哦真的吗 其实他们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好听 在创作之初 他们一行人呢 就到深山里面去共同创作 虽然团员本来就很熟了 住在山里面 但听着大家彼此打呼的声音 还是让这几个大男生 觉得挺好笑的 而且呢 在泪断水断电的状况底下 还能够把专辑给做的这么精彩 也算是挺有意思的啦 除此之外啊 你知道他们在走红毯的时候 闹了一个大笑话吗 我不知道耶 我没有注意到那一段 他们在黄圈的要求之下 把裤子脱下来露出他们的红内裤哦 里面其中有一个成员 拉得太低了 连改编都露出来了 更夸张的是 他们在穿上裤子的时候 有一个团员忘了拉 石门水裤 就这样一路的红色内裤晃进厂子里 照头是还蛮好的啦 感觉就是有大红降临 喜气洋洋 这也算是在红毯 星光大道上的另外一个亮点 不过这个点是红色的 而当时呢 董事长乐团在办这个奖的时候 还用删去法 首先就说不是英文 所以Trash跟I mean Earth 立刻就被淘汰了 他干脆就说字数最多的不就好了吗 没有 就是他有另外一个无望合作 所以是五个字 哦 好难 好难 再来呢 就是最佳演唱组合奖 这个奖啊 里面有我的心头还就是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 但是呢 墨镜哥 吃了衬托铁了心 我这次就是硬要给 Shadow Project影子计划 我那时候是选VH Vesson Hezi 但是呢 是给了星宝岛康乐队 好啦 虽然星宝岛康乐队真的歌也是很好听 而且他们出道也很多年 但是给了他们 我还是有一点吓了一跳 嗯 也是十字名归啦 而且这一次声歌并没有来到现场 只有陈世荣跟黄莲宇两个人 在台上颁奖 而且黄莲宇在第一次上台领奖的时候 还忘了谢谢声歌呢 再来就是一生只有一次 有机会拿这个奖的最佳新人奖 一生只有一次 墨镜哥在预测的时候呢 就是给了人气急望的雷琴 Dive and Give专辑 我那时候预测应该是雷琴 但那时候我也觉得说 评审应该会给许光汉吧 我觉得不会给许光汉 太商业了 总之呢 不管怎么猜错 猜错了 因为最后是柯拉奇团体拿下这个奖项 恭喜柯拉奇 他们好像在Street Voice 还有在很多数位的串流平台上 呼声都很高耶 而柯拉奇当时颁奖的时候 又有提到说 这个奖希望献给 为了性别种族语言而努力的所有人 这几个是我们先前的金曲33 入黑的有 就预测会得奖的名单 严格上说起来 我们只猜中了一个人 就是黄连玉 失误率还蛮高的呢 完全没有猜中评审的想法 我想这次 很多的听众朋友 你的预测 也会跟我们的金曲评审 完全是反指标哦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 更精彩的金曲33讨论之际呢 听众朋友不妨也拿出 你当时预测的名单 看看你 到底有几个A 几个B 还是跟我们一样 全军覆没 同时我们要听到的是 来自HOVA社团访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 公益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还有更多 你不知道的金曲33要跟你分享 话说啊 葡萄太郎从海底龙宫回来之后 受不了好奇心的诱惑 终于打开了龙王公主交代她 千万千万不能打开的神奇珍珠宝盒 恰那间她成了一个白发苍苍 年近八旬的老人 视力也退化到极尽全忙的地步 哎哟哟哟我的老天爷啊 我怎么走越这幅道言 今夜看不清了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面对未来的人生 我不要玩 这时那只葡萄太郎 曾经就滚小海龟 从天空上 乐下来 哎哟别说啥事啊 现在是21世纪 我们可以联络视觉希望协会啊 视觉希望协会 那是什么 视觉希望协会 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啊 他们主要的任务啊 就是服务像你这样的 中途市场者和家属 比如他们的平台上 就会分享许多 国内外演集的相关研究资讯 他们也会与国际组织合作 办理专业医疗研讨会 另外啊 他们也会帮你 媒合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哦 这么厉害啊 对了对了 他们还可以提供 视障者及家属 个人提团体资商哦 啊 等一下等一下 那要怎么找到的梦啊 上网搜寻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好吧 就可以啦 哎呦 这个我不会啦 我是善良小海龟 当然会帮你啊 看见希望 看见光 走出黑暗 看见色彩 好吧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欢迎回到Purple Power 小米子抱抱 我是Dr.莫莫静哥 我是隔壁小王 我们今天呢 当然就在跟听众朋友 一起分享这个金曲33 在现场以及会后 颁奖典礼过后 大家的一些观察报告 看起来这一次的评审呢 跟之前的评审 每一届的评审一样 大家都还是有 不同的观察啦 不同的立场啦 但是小米网友 他们是否也代表了 另外一种主流的名义呢 PTT上面哦 就有神人提出了一个见解 PTT小米表示呢 是不是可以把金曲评审 都送去韩国呢 为什么要送去韩国 因为韩国KPOP 这几年这么强大 如果把金曲评审送过去的话 这样韩流KPOP 就会灭亡咯 原来动机是这样哦 因为金曲评审实在太有品味了 已经把华语流行音乐都消灭了 所以如果把他送去韩国 搞不好就可以把整个KPOP 都给消灭哦 有没有那么夸张 虽然呢 金曲讲的评审们 里面也有不少是我认识老师级的人物啦 我想他们还是代表了 某一些风格 跟某一些时代的 眼泪 我没有说眼泪吧 不说回来啦 再以消费者啦 还有商业为导向的音乐市场来说 金曲讲呢 还有评审们 似乎都被认为比较偏门 甚至有点举高和寡啦 这次也被不少人批评说 名单越来越陌生 像是在PTT上面 就有向明以 金曲讲是不是自甘堕落到 快没灵魂了 这样的标题 金曲讲在进行的时候 就不停的再讨论 湘敏就表示说呢 歌手十个里面有九个不认识 会不会是大家太少听新歌了呢 大排艺人没人愿意参加 没有入围来参加干嘛 二线歌手都升等到天王天后 二线歌手也是有成长的空间的嘛 歌手都用自我风格塑造来演示实力不足 这个我没话好说 收视率一年比一年还惨 看电视的人本来就比较少吧 抖音的音乐比入围的音乐好多了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反串啦 不过抖音上真的是有一件蛮好听的歌啊 抖音一响父母白羊 又要再强调一次 湘敏网友的发言 其实很多时候还蛮客观的嘛 但无论我们是哪个年代的听众 或者是歌迷 大家喜欢的风格 难免有些差异 但还是要试着去互相的尊重跟了解 我想音乐的好处就在于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对话 不是吗 但话说回来 今年其实一个人得四个奖的 还不止一人呢 除了Tania 蔡健雅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神寓言的 黄莲玉 如果把星宝老康乐队也上在内的话 就不止四个人 他拿下非常多的奖项 没错 其实创下这样佳基的人 一口气可以在历年来的金曲奖 在同一个奖项入围数次 而且拿下四座的成就 其实人也不少 33届金曲奖颁完之后 目前有七组人马达成了这个 同一个奖项 拿了四次以上的记录 好强哦 所以除了Kokea我们刚才说的Tania 蔡健雅 还有黄莲玉之外 还有人 还有哦 而且还不少呢 首先呢 刚才提到的蔡健雅 第17届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 第19届的最佳国语女歌手 第23届的最佳国语女歌手 还有本届第33届的最佳华语女歌手 都是由蔡健雅拿下 你又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点 之前都是叫做国语女歌手 国语女演唱人 是真的到第33届 我们才正式因应文化部 针对国家语言的定义 所以呢 现在国语包含了 所有在台湾通用 常使用的这些语言之外 以后就不会有国语女歌手 就是华语女歌手 虽然名词一时替换 不过内容物大概就是同一个奖项 大家听这种最重要 而黄连玉呢 则是在第18届 第26届 第29届 第33届 都拿下最佳课语专辑奖 专辑奖哦 是专辑奖哦 他的歌手只连霸了三次 OKOK 所以如果他的歌手再下一尊的话 那这样子他也就 就多一个记录了 哇塞 再来呢 是非常惊人的一个 江会二姐 不是江会一哦 是架杠的二姐江会 他其实呢 在演唱跟专辑都各拿了四座 在第11届 拿下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 第12届 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 第13届 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 以及第14届的 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 等一下 他几乎是 接连着拿下来 11 12 13 14届 都是他 连那四届 哇 而且如果把第一届的 最佳女演唱人算在内的话 其实是五座 哇 第一届是还没有分语系语言的 对 就是女演唱就是 不管客语 原名语 台语 国语 就是一个女演唱人 一起PK 一起施杀 另外呢 二姐江会 第16届最佳台语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 第17届最佳台语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 第20届最佳台语专辑奖 第22届最佳台语专辑奖 都是由二姐拿下 很厉害 所以他不管是在个人solo的部分 或者是专辑 跟整个团体一起插出的火花 都不断的受到金曲奖的肯定 而且呢 如果把第五届的最佳演唱专辑 算在内的话 就其实是拿了五个 这个纪录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批底的吧 二姐江会光是以他个人名义 还有专辑所拿到的奖 就有十座金曲奖那么多 其实还有两个奖项蛮特别的 没有归类在这里 第20届的金曲奖呢 江会曾经以GAL这首歌 拿下了网路票选 第10到第19届的第一名这个奖项 这个奖还蛮特别 网路票选 我以为金曲奖一直都是裁判说了算 评审说了算 没想到竟然还有网路票选 而且还在第26届的金曲奖 拿下了特别贡献奖 这个是一定要的咯 如果听众朋友还不认识二姐江会 你可别说你听过台湾的创作歌曲哦 再来是周杰伦 第12届拿下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 第13届拿下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 第15届拿下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 还有第22届的最佳国语专辑奖 虽然名字不一样 但这都是同一个奖项 为什么名字一直在微调呢 也是拿下了四届 四连霸 不过周董周杰伦 其实也拿过男歌手的奖项 应该是在2009年 主持啊 他的年度歌曲啦 作词作曲啦 制作的奖项也拿过不少 我们现在在分享了 就只是同一个奖项 拿超过四座的 没错 周杰伦的最佳国语专辑那个年代 还没有年度专辑这个奖项 不过呢他在金曲杉杉颁奖典礼之后 也在网路上发下豪语说 金曲之友们辛苦咯 歌要出手了 他在7月6号的时候新歌上架 大家是不是已经听到了呢 接下来达成同一个奖项四连霸记录的 还有五月天 分别在第12届 第15届 第20届 第23届 都要拿下来最佳乐团奖 这个奖项的名词倒是很一致 从来没变过 除此之外 五月天是不是声称 再一次出击 就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了 没错 在上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 曾经有说过 在下一张专辑 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 所以喜欢五月天的五迷们 也可以留意一下 他们中间会不会出个 0.1 0.2 2.0 3.0 的版本 然后最后才说 这才是我们的最后一张专辑 再来呢 还有我们的黄以琳 也是台语歌后 在第十届拿下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 第十几届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 第十届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还有第25届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一样拿下了四座 黄以琳也是相当的厉害 不止二姐将会有这样的记录保持 不过如果加上第一届 黄以琳还是少了一座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萧黄琪 在第十九届 第21届 第26届 跟第29届 都拿下来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这么说起来 萧黄琪好像得奖的 都是台语的部分比较多 他的过去国语专辑 也是现在说的华语专辑 都只有入围的份 入围了两次 但两次都没有拿下 国语男歌手的奖项 嗯 黄其继续加油好吗 用小胖老师的口吻 以上呢 七组人马 就是目前 在同一个奖项 达成四连霸记录的歌手 或者是组合们 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要入围就已经很厉害了 要得奖很不容易之外 还能够残联 在同一个奖项拿下四座这样的记录 真的还是要一点运气 接下来呢 已经达成三连霸 还要挑战四连霸这个记录的 还有哪些人呢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再插一座 就可以上到刚才这个排行榜上了 对 目前呢 蔡依林的年度歌曲 再插一座就达成了同一个奖项 拿了四次的记录了 蔡依林这么厉害 有三首年度的歌曲啊 蔡依林的 今天你要嫁给我 大艺术家 还有玫瑰少年 这三首歌都拿过年度歌曲奖 这三首确实也都是很朗朗上口 而且非常商业的歌曲 再来呢 是萧王吉的台语专辑奖 再插一座 就是四座了 哦 原来他的专辑也只插一张 就可以再拿下一个记录 因为他刚才的记录是 四座台语男歌手的部分 台语专辑似乎差了那么一点 再来呢 是李中胜大哥的 作词跟专辑制作人都各三座 这个也是很不得了的记录耶 其实也很强了 但是以李中胜大哥的年姿 我觉得应该是不止这些啦 对 但是你要在同一个奖项拿三次以上 因为现在最高纪录保持的人就是四座嘛 所以要上这个四座排行榜的话 就各差一座 另外呢 还有钟星明老师的编曲奖项 目前也是拿了三次 哦 Baby老师 还有Martin Tong老师的编曲也是拿了三次 哦 我也好喜欢Martin的编曲 所以他们都各差一座 再来呢 就是今年被蔡建雅超车的张惠妹 拿了三次女歌手 还差一次哦 没我的爱 赶快再发个专辑吧 不过 我觉得他们现在发片的量啊 都不会是一年一张啊 所以可能要再等等咯 再来呢 是陈奕迅 拿了三次的华语男歌手 但陈奕迅好像消失了两三年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讯息 这也没办法 毕竟他有很多的言论 是比较中国中共中央政治正确的言论 还有像之前的人权议题啊 新疆年 他都坚决的表态 一旦表态了 其实很容易就被绞入很多的风风雨雨当中 不知道是不是有被噤声了 令人有点担心 因为他真的消失好久了 再来呢 就是殷正阳的华语男歌手 这个要再听到他出唱片有点困难吧 还有红荣红的台语男歌手 还有机会啦 红荣红大哥也可能有机会 红荣红应该有机会啦 另外呢 刘绍希的客语歌手奖 也是拿了三座 差一座就是四座了 蛮厉害的哦 这个也可以期待一下下 另外的黄连玉 虽然专辑拿了四座 但客语歌手只有三座 跟小黄奇好像刚好相反了 但我觉得黄连玉 也是迟早的问题而已啦 还有桑布依的原住民歌手奖 还差一座就四座了 也可以期待一下桑布依的歌曲哦 其实都很好听 再来就是苏打绿或是余丁蜜的乐团奖 也是目前连三三座 恭喜余丁蜜哦 把他们的名字苏打绿给拿回来了 不过这样不知道是要分开计算还是合并计算 目前是合并计算的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同一团了 再来就是南方二重唱 最佳组合目前有三座哦 还有机会付出吗 他们还有想要唱的意思吗 但是有的话 以现在评审的标准 这个难说 最后呢就是聂永珍聂大哥的装针设计 包装奖项 目前拿了三座 我觉得也蛮遗憾的啊 他在grammy awards也入围多次了 结果没拿到 反而让其他的设计师拿到了 不知道接下来最快会达成这个四次得奖记录的会是谁呢 等一下我们又要来买好离手要来预测了吗 我觉得我们是反指标 如果我们再度预测哪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成就 他应该就达不到 但是我心中当然是希望张卉美我的爱 赶快再出专辑哦 期待你可以赶快拿下第四座奖项的成就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金曲奖 有些音乐人呢 是拿到不想拿了 不只四座 甚至周全人 还有高达十五座金曲奖 史上最多金曲奖的男人 而有些音乐人呢 则是连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像我们刚才提到 The Mew珠丽静哦 三张专辑都非常的好听 能唱能跳又漂亮 但就是跟金曲无缘 另外还有在缅怀音乐人的桥段的时候 在卢广仲演唱的背后 还有出现这个 也是英年早逝的台语歌手叶盛青 他曾经参加21世纪新人排行榜 校园组拿到冠军 2020年的时候被发现确诊了骨髓癌 结果没想到在今年3月11号的时候 就过世了 也是因为离癌 对也是因为离癌病逝 我们今天呢 光在谈论金曲珊珊 就有三位在音乐圈啊 在艺文界非常有才华的创作人哦 都是因为离癌而辞世 所以在节目的尾声 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务必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固定的去做健康检查 当然也要养成良好的作息 还有平衡的身心灵状态 下周我们当然还有更精彩的 金曲珊珊要跟你分享了 而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是Dr.莫莫俊哥 我是隔壁小王 Same Time Next Week 小王你知道吗 除了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提到 40岁的Mu朱立静因为乳癌过世 47岁的叶盛卿因为骨髓癌过世 还有87岁的霓框因为皮肤癌过世 这次金曲珊珊还有一位得主 他也是厉害哦 哦 有这号人物吗 嗯 他就是黄莲玉口中的三部 就是不走红毯 不参加典礼 不当评审的那位歌手 才刚从口腔来康复的声歌吗 Bingo Bingo